嗯 哈喽Kopik Channel 我是Fish 刚买了一个什么 这个是 Wireless Go Rode Wireless Go 这个产品其实出了一年 在我们身边的环境 如果我们是用 CAMERA的MIC RECORD声音 或者是用这个ROAD MIC PLUS这种SHOTGUN 拍有时我们会收到一些 扎音 我举个几个例子 如果我是单单纯用着一个CAMERA的MIC 我就会收到我房间里上面风扇的声音 OK 风扇呼呼呼呼呼的声音 不是每一个 地方我们在这个亚洲这边都是凉的地方 我不需要开风扇 我需要开风扇 不然我在室内拍 就会热死去了 那如果开风扇我就会收到这一个声 这一些风扇的声音 不好意思你们听到风扇声音 OK好 现在我就转去 我用ROAD MIC OK 你可以注意 现在这个MIC已经接触上去了 因为我就有收到这个声音了 OK 然后现在这一个MIC放上去 有一个 问题 问题是在 他的这个 摸错的声音 你还是会收到 因为他的MIC很靠近而已 你会收到这个 这个声音 有时也是很 很乱用的 我用 我用Internal CAMBERA的MIC我就会收到 这个风扇的声音 如果我用 这一个 ROAD MIC Video MIC PLUS PRO PLUS 就会收到这个 LENSE的 这个 的声音 如果用 这一个应该可以解决 刚才以上 两点 因为 不想这个video有这一些小小的 杂音 而影响到 把观众收听到 的声音 OK 这样 这一个 ROAD WIRUS GO 是可以用在 什么地方 你可以用在你的电话 你做 Vlogging 你再加做一个 Product Review 在这个教学和 则事跟朋友 视频的时候 你可以用到 然后你可以用到 你的这个 DSLR 你的MIRRORS CAMERA Record 人家 Interview Record 人家结婚的时候 人家的对白 或者是一些 你要拍那些 小小的电影 那些人的对白 就 你有一个 无线的MIC 夹在这边 收藏着 然后你可以 Record在你的这个 CAMERA 还有什么 你可以 Attach 你的GoPro 你的 Action Camera 现在有很多 比如说 Insta360 Osmo Action GoPro 8 去 去啦 这一些 小小的 Action Camera 你也可以 Club in 使用它 然后你可以 放上去你的 电脑 如果你是 现在用 Zoom 在教课 或者是 你是一些 领导 你想要 Sharing 因为 它的 MIC 其实是 蛮好的 Quality OK So 不如我说 我现在开箱 给你们看里面有什么 然后我会去 Testing 看它的声音 这一个 和Compare 跟这一个 Road Video MIC Pro Plus Compare 它的声音 和我去外面 使用一下 OK 开箱咯 开箱 那我们讲讲一点它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应该有 Receiver Transmitter 两个 Windchill 两个 USB Type C Cable 一个 SC Cable Pouch 它是 Ultra Compact Wireless Build-in Microphone 2.4GHz Digital Transmission 有一大堆日本字 中文字 英文字 有十字节 你们就上去看啦 它大概是 这样子 用 法 OK 我是喜欢开箱的那个 感觉的 对 噔噔噔噔噔 1 2 看是不是 3 4 说明处 3 3 9 这个就放这边 开箱 OK 好 有一个 对比 跟这些照片是 一样的 这样就对咯 这个就是它Internal的Microphone 这个就是 Transmitter 这个你可以charge在这个东 然后 然后 蛮不错的 这个应该是它Power Up的Button 很简单而已 然后这个就是 它的Receiver 这一个 Don't charge 这一个 进去任何一个 Device 你说要 它Receive 声音 看这个两个的 也是 要玩的 所以 先去charge 好的 现在就test 三个 声音 就是这个 Camera 的声音 现在我说 Record着的 然后等一下就会compare Root Mic 这个Video Mic 然后跟这个Wireless 所以我看那个声音会比较适合你们 还是 好啦 就去try啦 这个是 Camera Mic 声音 没有改的 Totally没有改的 直接放给你们听 好吗 Testing 123 这个声音 OK吗 好 这一个是 Root Video Mic ProPlus 的声音 Testing 123 这个声音 好听吗 good不good 有没有收到很 high quality的声音 compare跟刚才的 OK好 现在就是轮到这个Root Wireless Go的Mic 这个是 Root Wireless Go Mic的声音 Testing 123 123 这个声音好听吗 OK好听吗 好 就是这个三种声音 你们自己去compare看 到底哪一个是比较适合你们的 当然我比较喜欢这一个是刚才以上的原因就是 我不用听到这个Lens的 转 转转转的声音 然后还有这个风扇的声音 OK 现在我就会去外面测试看他的这一个声音 和 给你们看看一些东西 你看飞机有飞过 我不知道这个声音有没有收到 如果没有的话 像他是 还好过我用这一个 Root VideoMic Pro Plus 现在我是使用 Root Wireless Go的Mic 来拍这个 Vlogging 外面的声音 有车 这个是 Highway的旁边 我不知道他收音是怎样 等下我也是会用这一个 Root Video Mic Pro Plus 来收声 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到底哪一个会比较适合你们 好 这样我把它放在 其中一个 部位 OK好 这一个是 Root Wireless Mic 就算你去到这么远 你要讲话你也收到声音对不对 你看 我去到这么远 应该还是会收到 很远 还是会收到 所以有这个 Wireless Mic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边 讲话也收到也拍得到你的举动 如果你是用这一个 如果你用这个 Shotgun Mic的话 应该是只能收到声音 应该是会很扎 这就是我出来要试的 我也不懂 因为现在我 还没有真正打开这个方法来看 OK好 现在我就换 这一个Mic 上去那一边 So 收到的声音是怎样 现在我慢慢 然后收到的是声音怎样 是不是应该要大声音 现在这边来收到 还是跟 这一个 车的声音一起收到 如果我在那边 我想要拍一个 东西 如果要收到声音 你看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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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给那些车的声音 盖过去了 不懂 等下回去看那时候 我compare一下 这就是我想要拍 测试给你们看它的用途 为什么我会 买这一个 这个Mic 还有一样东西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它也是有一个Windshoe的 这个不好用 对不对 好 这样靠近讲话 OK吗 如果用这个 Shot Mic 来 拍 Rock 收的声音 这样一边走路 其实是 想要讲啊 拍下一下给你们看 你看哦 如果我是这样子 拍的 是不是很大 你一边拍Vlog 一边拿着这样大个 一定是很奇怪 很多人一定会看你的 如果你拿这种 Wireless Go Root Wireless Go 麦 应该是比较 减少人家的注意力 然后我又再换回这个 麦 这样的combo 是不是比较小一点 你的 如果你拿来Vlogging 是不是会 比较没有引人注目 是不是 来 这一个是 Root Wireless Go 麦 声音收到如何 就这样 好了 我也很满意 这样小的 因为我蛮喜欢 出来拍老的嘛 好了 就这样子了 我们下集完 就这样子了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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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